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的第238期 这一期还是讲讲古老的历史游戏 上一期也是讲游戏 这一期还是讲游戏 这一期讲三国字系列 这是我玩的比较多的游戏 实际上我玩了很多游戏 哪一个都可以说比较多 还有文明 它跟文明的话都属于模拟的游戏 以后出时间来讲文明 然后这一期就讲讲 这几期吧 讲讲三国字系列 在20世纪90年代吧 就是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 叫什么历史模拟类的游戏 也叫做什么Simulation Game 其中有一家日本公司出品的游戏 是被广大的中国玩家推崇 这家公司叫光荣 叫Koi 光荣公司 这家公司还出了非常多的 以中国历史题材 就是为背景的游戏 比如说有三国志 有水浒 风神演义 西游记都有 都有相关的游戏 如果再做一个金平美的话 那整个四大名著就全了 当然因为我没有读过书 四大名著我都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书 虽然我觉得曹雪晶 起的金平美 可能不太容易做成游戏 毕竟里面的人的游戏性是不强 比如说什么贾宝玉和潘金莲 或者是王婆金大官员 是非常不容易做出游戏来的 但我就是示明一下 这一期呢 就是我只讲游戏中学到的历史 就是没有看过书 不是书上的历史 就是你掌握了游戏中的历史呢 对玩游戏是有帮助的 但对现实是没有帮助 除了我前面讲的这几个游戏 还有就是说以背景的游戏 就是有楚汉争霸 为背景的游戏叫项刘记 就项羽和刘邦嘛 项刘记 当然了以三国为背景的游戏特别多 还有就是说友荫结传 还有三国志战记 这几个游戏呢 实际上都是日本的光荣公司出品的 当然我要不停地声明 声明一下 我讲的主要是历史中的游戏的历史 听说你要不要瞎脸想说 为什么跟现实中不一样 或者你看的历史书不一样 我又没看过书 我怎么知道 和异样不一样 我是玩了游戏 所以即使你不同意我的观点的话 并不是我对你有敌意 认为 不行 对你的三观有影响 是吧 我对你的三观没有敌意 我也不是你敌人 是吧 所以不要举报 在讲历史之前 我就先讲这个公司 叫口语公司 逛庄公司 它是一家夫妻店 它的创始人叫 靳川阳裔 这个家伙 它是出生在日本的 叫利木县 它的家族是做染料的 就是染布 或者是就是做燃料的 燃料 不是燃料 燃料是汽油 燃料就是染东西的 它家里的电量 已经有三代人经营了 日本非常非常多这种电 好几的人都是干同样一件事情 他是第三代精英者 如果大家听我做电台的话 以前就会发现我做过好几个日本的公司 比如说索尼 索尼创始人 是吧 他的家族是做什么 做这个圣田招夫 圣田招夫 圣田招夫 他家里是做酒的 做非常大的酒 所以他家是非常富的 比如说他在二战的时候 如果大家随便看一个 圣田招夫的这个传记 他就会提到他二战的时候 在做什么 他当然当兵去了 当了兵之后呢 他其实是 整天无所事事 喝酒嘛 因为他一直战场也没有上过 他没有上过战场 因为他改装收音机 他又听这个敌台 收听敌台是吧 翻三音 日本当时也是汉死整个的 你这个收音机还给你的 你怎么听这个固定频道 你每次都听到这个日本给你说的 然后呢 他水平比较高是吧 他能改装收音机 然后改装成比如调频的 是吧 或短播的 然后呢 他就对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的坦白啊 他都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这个日本一直说 我一直在胜利是吧 所以他没事 无所事事 他就喝酒 所以呢 他为什么喜欢喝酒啊 可能就是他家里做酒的嘛 还有任天堂的家庭啊 任天堂整个家族 他做什么 做纸牌啊 或者是开情侣酒店 做了好多事情 情侣酒店 做纸牌 花扎 都有 他们呢 这些人都长子 日本呢 他有一个叫长子继承之力 如果是家里的男孩子老大 哎 你就来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继承吧 继承这个东西 如果任天堂人还不是 任天堂是女婿 可能就是你 你是女婿也可以 可能是男的继承 像任天堂的话 连续两代都是女婿 哎 一样嘛 搞不清楚 也不搞了 反正他们的整个的工厂 能经营好几代 这个 光荣呢 他跟任天堂老板差不多 就相当于比较倒霉 不像索尼索尼 他家业一直比较厉害 但是任天堂的老板 实际上也不是很好 他这个 近穿洋衣呢 也比较倒霉 为什么呢 公司传到他手绳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要倒闭了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解雇了所有的员工 结果呢 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 多说一句 就受死的骆驼逼马大嘛 就是人家是 家里有工厂 是吧 做燃料的 然后呢 即使关了门 仍然是个富翁 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并不是说我一关门 哇 穷光弹了 不是是吧 穷光弹 还是做不了后来的事情 所以人家轻轻松松 拿出几百万 重新开个公司 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呢 他觉得 又开了个公司吧 就是光荣公司 还是做这个燃料 倒卖燃料 但是呢 只有两个人了 重新住车老公司 他觉得这个坐车山空 肯定也不行吧 但是呢 他还是决定 可能家里有点钱 是吧 就先在家里待两年嘛 实在不行 再出去上班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 他老婆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 生日礼物 这台电脑 叫夏普的MZ80C 实际上就是用的 那个Z80那个CPU 我猜哈 应该是用Z80夏普公司的 价格呢 高达30万日元 当时普通上班人 上班的人 一年搞不到30万 然后人家的老婆 轻松的送你一个玩具 30万 是吧 结果呢 他对这个编程 非常有兴趣了 他就成立了这家公司 是吧 光荣 做这个卖燃料的 然后公司实际上 已经有启示了 好像他说有200万 一年搞到200万 也挺厉害的 是吧 200万日元 但也不知道要多少钱 但200万日元 怎么也要买七台电脑 是吧 反正已经有点启示了 他就在家里 还是这个 做游戏比较好 他就跟他老婆商量 以后 结果他老婆 就先去做着 卖卖这个染料的公司 那他自己呢 就编程 学编程 然后做游戏 他的处女 叫川中岛核战 然后呢 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他就在 报纸上 做了个广告 然后呢 大家有人想买 是吧 然后就买 买了之后 又邮够 这个如果大家 去看他的 这个公司的历史的话 经常讲这个故事 是吧 说 哎呀 多么热衷啊 有有多少人买他呀 包括什么光驱不好来呀 用酒精擦一擦 这种反正挺厉害的 他的这个妻子发现 这个游戏比卖这个燃料好 是吧 然后呢 就慢慢的 也就不卖这个燃料 开始每天游记游戏 就是包装嘛 当时是 就有购 是吧 于是这家夫妻店呢 就开始走上了 光荣的道路 是吧 接下来我讲的这个历史啊 就是历史模拟游戏 LSLG 就是Simulation Game 尤其是中国类型的这个历史模拟游戏 玩历史游戏啊 首先呢 你要了解历史 就是如果你一点历史都不知道的话 比如说你 说我完全不知道 我就是打开之后发现 就很茫然嘛 比如说你玩三国的话 你跟玩向流戒是一样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向流 也不知道刘邦是哪个朝代的 玩三国 你也搞不清楚 三国的上一个是哪个 是不是从黄金起义啊 是起来的 也不知道 就没有什么意思 尤其是你在玩 比如说有英法百年战争 有这个叫戒刃风暴 你也不知道嘛 其实你如果完全不了解 整个历史的话 你玩戒刃风暴 跟什么 信长子野望啊 跟日本战国游戏 就一样的 对你 对你如果不了解这段游戏 就没有必要去玩 最好呢 还是一边玩 边找找书 边找找书 边玩 你会发现 做的这个游戏 这么好的话 实际上他会参考非常非常多的历史 对这个历史 但是他会改啊 他会改很多 就是改的比较好玩 比如说貂蝉 这个武艺高强 是吧 在游戏中 但是现实中可能 就不行 包括 还有一个叫孙上乡的 就是孙权的妹妹 那个妹妹是吧 永远长大的游戏中 就这个样子 所以呢 玩这个三国字游戏 一定要了解这个中国的历史 是吧 要不不好吧 比如说中国的 所以呢 我就接下来讲一讲中国的历史 是吧 就中国的历史 从这个夏商啊 实际上是搞得不是很清楚 夏商周 周还可以啊 周就分成西周 东周 然后东周那个时候 就已经就是分成 紧跟着就是春秋战国嘛 然后就是秦汉 然后东汉 就是西汉 东汉嘛 东汉之后就三国了 是吧 了解了解这个春秋战国 与秦汉的话 慢慢的才会玩 这个游戏玩得比较爽 因为你就知道了整个的人物 比如说你看到谁 你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觉得会比较好玩一点 否则的话 你一看就是武将 搞不清楚是谁 就没有必要玩 当然我个人认为的话 战国和秦汉 就战国时期啊 跟秦朝 然后被这个刘邦 又把秦朝王灭掉 然后建立了汉朝 实际上就整个把中国定型了 以后再怎么变化的话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就大同小异 在秦汉已经搞定了 以后的话 就是不停的轮回 在玩三国制游戏的话 主要是考虑这几个方面嘛 就是资源你从哪里来 然后这个将啊 就武将从哪里来 文官从哪里来 然后呢如何提高自己的胜率 这个和国外的这些 比如说 大家去玩这个 帝国时代啊 或者是这个文明 还是有点不同啊 等下那两个游戏我也玩 毕竟但是这个三国制的话 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模拟游戏 还是 玩起来感觉是不一样嘛 我们就看看这个兵啊 兵和将是从哪里来 因为 期间的话 我们要做很多比较恶情的事情 就是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说 就是我们要抢东西 要去抢美女啊 抢什么呢 是吧 在游戏中要不停的做这种事情 来提高整个武将的士气 就周朝的兵 我们是搞不清楚 就兵啊 和将从哪里来 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说法都不太靠谱 我个人清湘于认为是 周朝就是那个夏商周的州啊 清湘于是贵族的人去当兵 然后平民呢 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军队的 因为一直到春秋时期的话 就是齐果 就是管仲嘛 就山庄那边的那个齐果 然后管仲时期的话 你只有世袭的贵族才能打仗 就是说你如果要不是贵族的话 你就安心做你的事就好了 打仗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你一旦不是贵族 不是世袭的贵族 没有关系 你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其他国家也类似这样 你就是老百姓种地嘛 那就是说 我也不杀你 我也不给你打 反正你就是老百姓了 就是说那是贵族的事情 就现在的 那个时候的国跟现在的国是不同 那个时候的国就是指这个首都 是吧 首都有附近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七国首都是哪 资伯是吧 现在可能就资伯 这个这个附近是吧 叫叫国 其他的地方呢 都不叫国 那个国里面是不能有农民的 因为农民要种地 你在国里种地是不行 其实国就是首都嘛 首都里 比如说现在北京有没有种地 有没有了 是吧 至少五盘之内是没有人种地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那个叫国 那个就能有块地方叫国 其他的地方叫什么 叫比 就比人 哎 我们就是比市 这个比 大家不都是看小说也好 看什么都会叫比人 实际上就有什么意思 就一个牵称啊 那个时候不叫牵称 比人的意思就是你是老百姓 比较低下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 一个叫国 一个叫比 也就是说呢 你不是这个国里的人啊 你就没有 我们就比这个东西啊 就不是当兵的 你也不能当兵 你也不能贪战 至少呢 就是说国里的人才能当兵 首都嘛 你是市是吧 就是说在这个首都里的 就是跟皇上比较近啊 你有这个血统是吧 你才能保护这个 否则到你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 据说啊 就是慢慢的 也不是据说了 史记中还记载了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是比当兵 就是说野人当兵是吧 就特别的 叫什么新鲜是吧 比如说史记中还记了一下 就秦木工 然后去打仗 然后为什么去打仗呢 打仗的时候 他在这里说 吃了他一匹马 然后又给他喝酒啊 这个样子 就三百个野人 就是为了保护秦木工嘛 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野人 但是也为了保护你 然后打仗 就这个意思是说明了啥 首先说明了这个秦木工 这个人比较仗义是吧 没有没有把这个 吃他马的人给弄了 还给他酒喝 然后另一件事情就说明了 你野人当兵这件事情 还是真的是非常厉害 在那个时候的话 带兵打仗的都是国军 比如说秦木工亲自去打仗 士兵呢 肯定都是官二代 就是说一定是 要有血统的 比如说晋慧工打仗的时候 他就俘虏了是吧 还有这个晋道工啊 然后他的弟弟 就是皇爹的弟弟也要去打仗 然后他的弟弟 因为他年龄太小了 然后他拿着武器 然后走路又不快 可能只有十二三岁是吧 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为什么打仗 就是说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你只有到了一定档次 你才能够去打仗 就皇上打仗 非常非常常见 比如说这个周桓王去打仗的时候 被人射了一箭吧 然后反正就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那时候是皇上一定要带领人去打仗 当时能当兵的话 非常荣耀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孔子画像就感觉到 孔子好像是一副文人的样子 然后穿着那种长袍 但我认为实际上应该是不对的 孔子打仗应该是比较厉害 平时的话 他是有事没事就去打猎 显然就是说武功还是可以的 因为论语中啊 多次记得了他出去打猎的事情 完全不是书上这个样子 就他经常说这个年轻人 你这个血气方刚 这个也是孔子说的 血气方刚 戒指在动 就说你不要不要打仗 是吧 你血气方刚的话就不要打 你看起来他经常比较喜欢打 是吧 还有什么叫蛤不射树 就是说你在射鸟的时候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要吃肉 吃鸟肉 然后他要拿拿个弓箭 然后去射不射什么 不是在回家休息的这个鸟 不管怎么说了 人家孔子肯定是能射箭 因此呢 在春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文武传产 战争呢 更多的也是一种教训对方的方式 不服就干一架 然后到了战国的时候 整个的战争呢 才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们从左传中 大家看书的话 可以看到左传的话 哎呀 描写的就非常搞笑 就你打仗的时候 哎呀 花里胡说的搞一锥 但是呢 最终稍微打一下就算了 就是说 打一下 让你知道谁是大哥 但是我不会把你灭国 穿秋末期的时候 才无悦之争 就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灭国战 就是那个卧薪长胆的勾建 但现在这个勾建在中国文化 那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人物 就是说 你不怕失败是吧 叫卧薪长胆 然后头悬梁追自古是吧 不怕失败 不怕屈辱 然后敢于正面拼搏的这么一个形象 反正有一首诗叫什么 叫什么 苦心人呢 天不负 什么卧薪长胆 三千 月甲 可吞吾 就这个样子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 或者历史中 勾建实际上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比较扎一点 反正就是 他最终打败的世界 就是吴王夫差嘛 那夫差后来也给了他 夫差也非常非常负面了 只要夫差还算是个正人君子了 吴王 就夫差的话 他是有春秋精神的人嘛 他是从那个年代到了战国转型的一个时期 就是比较有道德感 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这个勾建给杀掉的 有无数次灭掉这个越国的机会 但是当年那个战争是不灭过 就是说我们打一下 知道谁是老大就行 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下手 是吧 那时候不是说 我渡河的话 一定要先让你摆好阵嘛 现在我们早就给他 你渡河阵好 是吧 但战国时期的话 慢慢的皇帝就不出去打仗了 慢慢的 于是出现了两种人 一种就是帮人打仗 比如说这个 我们看实际的话 比如说景科呀 刺杀这个什么 灭政 景科 这种人就有狭义精神 这种人呢 一般就是说 谁给的钱多 我就跟谁混 我可能也不太读书 就是说呢 他从孔子 孔子应该算是文武双全 他就分裂 分裂出了一种 这种呢 就景科这种人 就是武 我们在玩游戏的话 就是说 在战国之玩游戏的话 就有武将 我们要导武将呢 武将的智商是比较低的 有些比较高 武将呢 基本上来说 就是说脑子是不大好 起码他是 游戏上是这个样子 我们玩游戏嘛 他抢东西 比如说你 你要提高这个武将的这个 叫什么 忠诚度怎么搞 就抢女人嘛 抢女人送给他 哎呀 高兴了是吧 高兴了 忠诚度越高 所以呢 我们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也 就不要手下留情 当你抢完人之后 还能听到就是说 这个女孩的妈妈可能在哭泣 我们就当听不见是吧 因为我们是人渣 不能够手软 实际上你不混蛋一点的话 是夺不下整个政权的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文武双全 然后现在就是文一火武一火 那个就是三寸不滥之什么 像张仪 这个唯一的法宝就是能忽悠 比如说诸葛亮 诸葛亮武功可能是不太高的 就是说起码在游戏上 是这样设置的 就是说他能忽悠是吧 他能够有法术 能呼风唤雨 这种人就文成 就是说我们 我们在游戏中扮演的是 我们在现实中 可能在三国的时候 可能就是也当小兵的 或者是马上上去就死了 但在游戏中呢 我们还是扮演了国军 就是能依赖的人呢 就是武将还有文成 就这个时候 这两种职业 是慢慢的从战国时候 开始分出来的 我们如何提高他的忠诚度 抢东西 抢东西送他 当然有了吴王这个先例 就是说 到了战国时期 就非常非常 大家就越来越杀人了 如果大家读史记的话 就会发现 秦本纪也好 还是说秦始皇本纪也好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杀戮 比如说你杀个十万八万的 不算什么小事 可能小二十次 就这个史记中呢 就记了小二十次 由于战国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是非常不清楚的 比穿秋还要模糊一点 再加上秦始皇又把书都烧了 是吧 更加搞不清楚 我觉得能搞清楚的话 就是战国时期的 这个战争啊 是以杀人为首 以杀人为首弹 以灭国为目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看 吞六国嘛 我一定要吞掉他 这个时候 国军呢 实际上已经不叛加战争了 你要让人家替你卖命嘛 你不可能秦始皇打这个 秦始皇在后面就好了 是吧 前面让人家去打 自己肯定不出来了 春秋的时候还是要出来的 你不出来是吧 缩头无归 但是呢 到了战国就会发现 根本不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是说 已经肯定是有人反战了嘛 那个时候就有比如说墨子 墨子是我最喜欢的古人 但是他也是我们山东人 我比我最喜欢的就是墨子 墨子是比较反战的 从侧面的话 也就是可以说出反战的人 是有一些了 那个时候 已经流传了一些像武器啊 就是给士兵啊 然后吸仓后 可能你被箭射掉了 然后我就用嘴给你吸伤口 然后那个士兵的妈妈就哭了嘛 就觉得 你一吸你肯定卖命嘛 卖命的话 他儿子就死了 这个时候 也就可以看出来 平民已经开始参加 参军了 已经慢慢的成为这个战争的主力 就是说呢 你这个要死你先来 是不是 川秋时候 呃 抢地 抢人 就是说到了战国时候吧 战国时候抢地 抢人 已经 呃 非常普遍了 是吧 像比如说 呃 还是实际的吧 比如说那个白起王简烈传 就这样你就好嘛 就是说 发年十五以上 呃 蜥蜴 藏品 就到藏品之战的时候 就你只要年满十五岁的这个 呃 小孩子吧 你就要去打仗是吧 藏品之战杀了四十五万人 非常残酷 就造阔嘛 造阔这个纸伤谈兵 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三国志啊 是一个历史模拟游戏 因此呢 玩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说 当人渣 就是很多人 我相信 秦始皇当年杀人的时候 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 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我一个同学 就是总是玩不好 为什么他玩不好呢 我大学同学 他总是玩不好 当然安徽人 学号一号 就我们大学班级里 是按照拼音嘛 他是 安徽是吧 第一号 所以呢 抄抄都没得抄第一桌 他非常的善良 让他一直玩不好这个游戏 为什么呢 太善良嘛 他当不了人渣 就是 该杀人的时候 他就慌了 再抢 该抢美女的时候 他还不好意思抢 就这样 因此呢 他始终是 玩不好这个游戏 因为他是个好人 所以他玩不成这个游戏 我记得有两次嘛 比较经典的是 有武将来 因为武将 你不要他的话 他不投降 你就杀掉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好的策略 但是呢 他不 你投降 你不投降 我就放了你 结果呢 还要来打自己 结果自己呢 因为你就推进非常慢嘛 然后你就自己老死了 老死你就输了整个的战斗 是吧 比如说你打了那么多年 然后老死了 还有一次 我觉得派间谍 这个地方很恶心的 还可以派间谍 我记得他反应是派出的是庞统 庞统啊 去孙坚那里去当间谍 结果呢 人家孙坚就给庞统不停的升官嘛 然后升官升官 联系升官 结果人家叛变了是吧 回来结果把他又给打死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发现他要有叛变的时候 你就让他投降 或者现成什么 然后就逼 逼迫他被杀 才可以 就是说呢 你不能当老好人 当好人的话是取得不了天下的 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 是吧 还有就是说 要重武清文 要把自己定位什么 定位成土匪 就玩这个游戏的话 最终的力量还是什么 就中国整个的最终的力量 仍然是军队 比如说也不是有句话叫 强杆的出政权嘛 就最终的力量 一定是军队和武器 想工程的话 比如说 你有再多的这个文官 都是没有了 你要是用投石车是吧 投石车这些武器 一定要有 还有就是你守城的话 你连弩 连弩就像机关枪一样 突突的特别厉害 我记得游戏 就是说后来 就不叫君主了 叫群雄 就是说我们要扮演的是群雄之一 这个就更加的复合现实了 如果大家对古代历史感兴趣的话 可能就知道巨鹿之战 但这场战争也是有点荒谬 本来是 不一定打成什么样子 但是糟糕啊 糟糕就在后面乱搞 是吧 结果呢 就让这个张寒投降了 更加残酷的是投降以后 项羽就把这个投降了 二十万人嘛 全被坑杀了 后来据说啊 在哪个地方修铁路是吧 一九一几年的什么修铁路 然后大家挖挖挖挖 就觉得有可能没有杀这么二十万 后来发现 那里真有特别特别多的人的骨头 可能有两千多年前 后来他们推测 就是两千多年前 而且还有那个兵器啊 就是说 秦国那种兵器啊 还都在那个坑里 确实可能真的是杀了二十万人 这支部队呢 就是说 张寒带领的这支部队 就实际上是秦国的部队 国家部队 这是国家力量 虽然有很多是泛人 但是仍然是代表着 就是战国时期 那个国家投资的部队 但相遇的话 是代表什么 代表他自己 但后来中国历史上 每个人造反的话 都会打出一个旗号 就号称 我是替天行道 实际上不是 后来的话 每个军队实际上 他都不属于国家 他对替天行道 也没有什么兴趣 他为什么要替天行道 每个人都替天行道 但是实际上 他只听自己的主帅的 或者他是 刘邦的军队 肯定是听刘邦的 然后项羽的军队 肯定也是听项羽的 三国中啊 每支军队的话 也就群雄之一嘛 比如说巨鹿 就这个样子 我们要扮演的 就是个群雄之一 巨鹿之战呢 实际上是一个 时代的终结嘛 从此以后 中国就再也没有 国家军队了 就是说 张寒这个部队 灭掉以后啊 以后中国就是说 没有了 任何朝代 都再也没有 以国家名义 出现的军队了 就每个部队啊 都是群雄之一 你万一哪个群雄 侥幸夺得了天下 就要享受一些日子 可能享受一百年 可能享受一百五十年 两百年 就这个样子 但是呢 下一个熊 肯定会过来 把你推翻掉 如此循环 他会不会保卫 这个军队啊 他会不会说 我还是会保卫 这个国家呢 不会 就是说 你只要 这个推翻了 比如说 唐宋元明清好了 每个推翻之后 你这个军队 是不是消灭了 就是说 你不保护这个国家 就是说 国家军队已经没有了 但是 在春秋战国时期 你这个国家灭亡了 这是个军队 还是处于中立状态 你知道吗 周天子那时候 军队还 起码表面上处于中立状态 你这个亡国了之后 我这个部队 还是挺下一个国王的 就这个样子啊 但是 从这个 上盘之后 就没这回事 表面上 表面文章也不做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 秦之后 也就没有爱国主义了 秦朝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爱国主义了 与其说爱国的话 不如说是恨别国 比如说你秦 秦国怎么可能会爱别 别的国家 全是要割人家人头的 所以呢 要让别人爱秦国的话 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条件 就是说 我要恨六国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激发出爱国情怀 在秦汉的话 爱国 就是爱天下这个思想 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中国也就从此进入了一个 不愿意打仗 就是说我打了仗之后啊 我还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社会 因此呢 每个人就是说 在战争上的荣誉感就没有了嘛 就我帮你打仗 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有可能我还刮了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整个的状态就不是很好 整个的中国的状态就进入了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也要进入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当非常好的人是不行的 我再来捋一捋 上面我讲的这个内容 让大家玩三国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有点历史概念 然后才能够做出 恰当的决策 而不是看攻略 只看攻略 实际上 当然也可以 还有输入做笔码的也可以 为什么我们在游戏中 要做那么多恶心的事情 你如果不做恶心的事情 就赢不了这个游戏 比如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的战争 还是比较高尚的事情 就是皇帝带着贵族才能上 百姓是没有办法参军的 到了战国的话 越王就一下子把底线 拉拉低了好几个档次 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灭国战 不但灭国了 还把人家付财都搞自杀了 全家干死 然后你就知道越来越残酷 战国开始的话 皇帝就不上战场了 那时候也没有说 上美国这个样举头三尺无人机 因此你只要指挥人员不上前线 你想打死 想挨一箭都 都是没有办法挨的是吧 后来慢慢的话 就是说老百姓去打 就是说你一定要让犯人去打呀 或者是让流民去打呀 就是说你一定要灭国的 灭其他国家的人呢 一定是底层打底层 就是底层老百姓去打 底层老百姓 就这样 当然也有奖赏的话 奖赏就是说按人头来赏罚嘛 这也是我认为 死记中秦国 就是叫虎狼之士 为什么呢 他每个人头都有价值 其实孔子啊 孔子末子的时代还可以了 是吧 我们 他们去世的比较早 可能是没有见过后代 这么恶心 如果他知道了 后代是要用人头换前途的话 可能内心就崩溃了 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办法激发爱国心了 就是说从战国时候 就已经渐渐的没有办法是 爱国 就是爱天下 这个思想就是扯淡了 大家都不再相信这个事情了 因此呢 你要激发爱国心的话 你只能仇恨一个人 就是说你只能用仇恨 来鼓励人当兵 就是你六国之间互相仇恨 然后你灭秦 你要仇恨其他国家 否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爱国 只是名声好了的话 在玩三国的时候 也有这个爱国心 这个就是说 你要做好的还是做坏的 如果大家可以玩玩 做好人的奖赏是什么 做好人的奖赏是 老百姓会捡到的东西给你 但他捡不到好东西 所以呢 你名声差一点 是关系不是很大 就是你说 哎呀 因为我是靠武将嘛 我是靠武将来打这个 打整个的战争 因此呢 你要提升武将的 叫什么 忠诚度 怎么提升呢 抢东西 就是这样 抢老百姓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抢老百姓的东西呢 分给武将 哎武将就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就是特别忠心 就是你 就抢女人嘛 主要是抢女人哈 这个女人是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获得的 因为你只能抢 在三国 玩三国的时候只能抢这个东西 你抢了你就分给他 然后呢 你整个的 就是说 声望就会变高 但是你本人的这个声望会降低 但是声望降低的缺点不多的 好处都是很多 是吧 然后呢 慢慢的就发展到了 王侯将相 另有种 像什么地体流氓啊 也有机会夺天下 比如说汉朝就是嘛 汉朝 比如说你说 刘邦是什么 刘邦就是地体流氓嘛 是吧 他也有机会 夺着天下 然后要打仗的话 肯定是要物资和人 最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就抢 抢人抢钱 就是来的是最快 这些呢 都在我们玩三国志这个游戏中啊 一定要记住是吧 该抢就抢 负责的话 你自己就没有办法有资源 你说那些吃的米啊 或者是资源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都是抢的 不都是老百姓重的吧 你一定要抢他们的 然后成为你的 你就有 就是说提升自己的成功率 你如果说我特别爱你 我有减税 有什么的 那就完蛋了 你肯定玩得一塌糊涂 就被人给灭了 但在这个 在一期就讲到这里 后一期呢 后一期就是 还是讲这个整个的 基本的策略 就是玩这个游戏的 整个的基本的策略 而不是讲 而不是讲 为什么让大家变坏 因为这个游戏啊 你要玩历史游戏的话 你如果按照正常的 我又好又什么 你可能打不影 但下一期的话 还是在讲 就是说皇帝的地位啊 为什么一下子上升到那么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要解雇的 就是 比如说你 你可能扮演了一个将领的话 你会发现 你哪个地方没做好 马上被解雇了 因为皇上的地位啊 上升的 上升是特别特别高 还有一个游戏 在游戏中啊 就是外族特别人打 就是可能 比如说 是寒随这种人吧 寒随是从边缘地方 发展起来的 你要经常面对的一件事情 是你正打着 哇 来一堆外族人 然后把你可能就打败了 特别的强 他们各方面都比较厉害 但像外族人的话 你还没有办法单挑 就是说 这个还是非常符合历史现实的 就是历史现实中 也是外族人比较能打 就是汉族人不太能打 就这个样子 在游戏中也有体现 就是外族人 为什么这么强悍 他本来也不是那么强悍的 整个的历史原因 我回来讲一讲 下一期再讲 这个游戏中的中国历史 为什么皇帝的地位这么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外族为什么这么能打 好嘞 再一期就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